扣住康熙快把小S找回来 快去寻找扣住康熙QR扣 拿出手机扫描把S扣起来 还有公布大奖等你来拿哦 喂还等什么赶快去找 是不是真的擦出爱的火花了呢 只是艺人隋唐跟姚元浩传出这个情品之后 隋唐恢复单身了哦 放话要张大眼睛的看看身边的男人 而戏里头老公温生豪赶快来打电话 来关心 再加上被拍到哦 这个温生豪是接送隋唐 让人好奇两个人会不会假戏真作呀 几年都是你一个人照顾某个人 下个月我掉到台北 会帮你分担 犀利人气电影版预告中 温生豪饰演的温瑞版喜新隔面 重新追回隋唐饰演的谢安珍 到底什么是爱的结局 结婚了 当天是发现 他跟我心目中想象的那个样子吗 在电影版里隋唐的感情再度 和蓝董坚和前夫温瑞凡再续前缘 但在现实生活中隋唐和姚元昊 因为王兴林介入传出情变 就在隋唐恢复单身后 郝勇间戏中的老公温生豪 也立即打电话关心隋唐 时间点似乎算得刚刚好 推说是好朋友之间的问候 但看看去年4月到8月 隋唐和姚元昊二度分手时 就在6月被平原媒体直击 温生豪到隋唐家接他 当时隋唐穿着漏肩的上衣 两个人一起去按摩吃日本料理 结束后温生豪还贴心送隋唐回家 这个我们就不能乱定 我只能觉得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也互相都会提醒 隋着电影即将在暑假上映 这个时候又传出温生豪和隋唐 可能假释真做 时间点敏感 外界也指引 两个人是否未信炒作 以为浓厚 中间新闻综合报导